不過再來這就真的是 業者本該好好負責 卻沒有做好的了 前幾天我們有報導說 二十七個人到歐洲去玩 是跟團的到克羅埃西亞 結果沒想到 這二十七位旅客在當地 是直接被本來旅行社 談好的這業者給丟包 疑似是因為他旅行社這邊 並沒有付給當地業者 一筆該有的費用 後來怎麼辦 你說旅客在克羅埃西亞 當然要想辦法回到台灣 或行程要繼續走 所以變成是每個人 就先自己墊付了兩千歐元 換算下來整個團 墊付金額是不小 一百八十七萬台幣 今天這旅行團 他們的航班終於抵達台灣 也接受我們記者的訪問 他們分享說 這行程真的是不只身體累 心也很累 認為旅行社 真的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那這旅行社 怎麼跟媒體說的 他們說 其實他們都有跟顧客 保持聯繫 也強調 公司營運是絕對沒問題 交通部觀光署就說了 旅行社沒有付款給當地業者 當然他們會開罰 那只是他們恐怕對於旅行社 財務狀況ok抱有疑慮 因為現在發現這個公司 他們提供給歐洲旅行社的一張 匯款單疑似造假 所以再來這旅行社 還有團要到歐洲去 可能都要先取消 一大早拖著大包小包行李 好不容易回到臺灣 他們是克羅艾西亞的旅行團 幾天前 因為臺灣旅行社沒付錢 給歐洲遞接 到了當地餐杯丟包 一行人還自行支付 約新台幣一百八十萬的費用 幾經波折 在八號一早 總算返抵國門 看得出這趟歐洲行 每個人身體累 心也疲憊 期待的旅遊 卻成了丟包金魂祭 觀光署和平保協會 也到旅行社所在地 了解情況 確實他並沒有支付 就是遞接費用 後面還有兩個歐洲團 應該也不會繼續出團 不只款項沒付清 只是調查跟發現旅行社 給歐洲外站的匯款單 也有問題 從上頭歪斜的印刷字 發現這疑似是 剪貼造假的匯款單 要讓歐洲業者 誤以為款項已經付清 而根據了解 這名負責人 過去在其他旅行社 也曾發生過 類似收了錢 卻沒能完全履約的情況 這回再爆克羅艾西亞 丟包旅客 究竟哪出問題 負責人怎麼說 沒有都很正常 那個到最後去都會處理 都有跟客人聯繫 賠償的部分 或者是要返還 加金的部分 或者是造成旅客的 形成延誤的部分 就要召開相關的協調會議 後續旅行社 當然得向相關單位 說清楚 觀光署也會根據違規事實 以法採處開罰 好好一趟歐洲行變了掉 換來丟包 百姓體驗 回國後 還得花時間追討相關費用 想必旅客們的心理 都不好收 華視新聞 楊姿怡 秋容慶 沈麗容 台北桃園 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